为什么会脱发 脱发究竟分不分地域和人种 怎么才能不突 突了该怎么办 防脱制脱的方法可谓是五花八门 内服务也不行 外用也不太有效 究竟目前医学界 有没有更加行之有效的手段 年轻人回家过年 据说躲不开的两大话题 一个是被长辈问工作薪水 第二个就是催婚催生 不过据说现在活得最通透的 这批90后们 对这些话题也都免疫了 但是今天我们来聊一个 可能一说起来 很多人就都会焦虑的话题 未脱单先脱发 以前我们说脱发这个话题 似乎只局限于中老年人 上了年纪才会担忧 但是最近脱发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了 现在网络当中和生活上 关于脱发原因的说法有各种各样 关于如何能够不脱发的办法 也是五花八门 那这些里面哪些是真的 哪些又不靠谱呢 希望我们这期节目之后 能够帮助您缓解焦虑 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会脱发 比如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说法 说在英国十个男人九个突 还有一个正在突的路上 那脱发究竟分不分地狱和人种 一直以来 网络上有各种调侃 英国人脱发问题的贴文 网友们纷纷列出了生动的案例 包括现在的贝克汉姆 英国王室中的男性成员们等等 威廉王子甚至还在2023年 英国的一项机构评选中 打败了范迪赛尔 杰森斯坦森等光头硬汉 被评为世界上最性感的秃头 而在分析英国男士 为何普遍难逃秃头命运的贴文中 因为水质硬而导致脱发 成为了最为流行的说法 甚至还有人称 在英国下雨天不打伞会变秃 喝自来水也会变秃 其实不光是外国人 一些即将前往 欧美国家留学或者工作的中国同胞 在出发之前 往往会收到这样一个忠告 说因为那里的自来水的水质 非常的硬 会导致你突发 那么建议是使用过滤器 或者是买桶装水来饮用 有一些自媒体的贴文说 欧洲自来水的矿物质的含量 比中国高 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水比较硬 如果直接饮用的话 很多人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 如果是长期用这样的水洗澡洗头 就会大把大把的脱发 有些天文 还就真的搬出了威廉王子作为例证 那么脱发真的会和水质的软硬有关系吗 我们今天的见证就从这里出发 通过在全网搜索相关关键词 我们发现关于水质与头发的提问和讨论有很多 其中英国媒体威尔什在线 在2023年5月发布了一篇文章 讨论为什么英国某些地区的居民发质更差 文章认为洗头时水的硬度 水中的矿物质和金属含量 会以多种方式影响头发的健康 因此建议可以选择搬去水质更好的城市生活 这篇文章提到 这些结论是来自英国最大的一家 美发和美容专业供应商 于是我们在这家供应商的网站上 找到了相关研究文章 这篇文章称 分析了英国47个城镇的最新水质报告 考察了水的硬度 PH值以及各种化学元素的含量 最终分别得出了英国10个水质最适合洗头的城市 和10个最不适合洗头的城市 其中斯旺西 曼彻斯特 利物浦等城市的自来水 因为水质软 金属含量低 而上榜为最适合洗头的城市自来水 切姆斯福德 诺维奇 伦敦等城市的自来水 则水质偏硬 被认为对头发健康不利 文章分析认为 硬水含有的金属物质 让头发难以获取水分 因此推荐使用能够去除这些物质的洗发用品 甚至推荐了具体的品牌 因此 这一来自美发和美容专业供应商的科研结果 可信度究竟如何 我们持怀疑态度 但文章中并没有提及硬水直接导致脱发 同时还提出可以使用过滤淋浴喷头 继续扩大搜索范围 我们还找到了美国一家时尚杂志 在2023年8月发布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专门探讨了硬水是否会导致脱发 并采访了皮肤科的医生 文章的医生也认为硬水会阻止头发吸收水分 阻碍头发和头皮的有效清洁 导致头发干枯毛躁 头皮发痒等 但是在硬水是否会直接导致脱发的问题上 医生表示尚未发现两者的直接联系 所谓的硬水就是水当中含有的钙离子和鎂离子的成分比较高 那么有一些研究发现它可以造成发质比较脆弱 头发容易锻炼 但是它并不是头发从毛囊的根部脱落 另外有一些研究认为硬水和洗发水之间的造机 结合产生一些沉积物 沉积在头皮上造成头皮的搔痒和不适 但是它本身也并不造成头发的脱落 如果有条件的话是可以使用一些滤水器 将硬水改造成软水 这样的话洗发之后可能感觉头皮更加舒适 这是可以用的 看来虽然水质偏硬 确实会对发质和头皮带来一定的影响 但是要说硬水洗头就会直接导致秃头 这是夸张了 所以英国人脱发这个锅 我觉得也不能够全都让英国的自来水杯 那这里面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 让英国人看上去秃头现象更加普遍呢 你看有人就问了 说英国人英年早秃是不是一种民族基因 那我们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 英国人到底是不是脱发最严重的群体 这个说法里面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 专注于世界人口普查和人口统计的独立机构 世界人口评论 在2024年给出了一份最新的各国秃头男性的百分比 这项统计显示 捷克共和国是男性脱发比例最高的国家 大约42.79%的男性已经脱发或正在脱发 紧随其后的是西班牙 德国和法国 而英国则以39.23%的男性脱发率成为第五名 总体来看 脱发率前20名的国家中 除了美国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剩下17个全是欧洲国家 该网站给出的统计地图 把脱发率在28%至44%的高脱发率国家和地区 标注上了不同深浅的颜色 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国家的男性脱发率 这篇统计还特别提到 与其他国家相比 亚洲国家的男性秃头比例往往较低 特别是中国是一个秃头人数很少的国家 此外 一家在全球多个国家 开设直发诊所的医疗平台 也在习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他们的调查结果 该平台在2023年对全球4284人进行了调查 并列举了脱发率前47位的国家 其中西班牙 意大利和法国位列前三 美国第四 英国第十二 中国则以30.81%的男性脱发率位于第42位 统计结论认为 秃头男性比例前47个国家中有24个位于西方 认为由于遗传原因 西方世界尤其是白种人可能更容易脱发 我们常见的这种男性发肌线后仪和头顶脱发属于雄激素性脱发 它是一种和遗传密切相关的模式性脱发 它确实和种族有一定的关系 最常见的是在白人 中东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当中 其次是黑人和东南亚的人群 像我们中国人和东亚地区的人群是属于相对来说脱发比较少见的 最少的是在美洲的印度安人和爱斯基摩人当中 脱发的发生率在白人当中大约是30 30 50 50这样一个规律 大概意思就是说到男性30岁的时候 30%的人开始出现脱发 到他们50岁的时候 50%也就是一半的人都有脱发 那么到了70岁的时候呢 绝大多数80%的人都有脱发 女性的发生率要低一些 然后白人的脱发的发生率 是中国人大约两到三倍这样 不同的机构对于全球各国男性脱发率的统计排名是略有差异的 这可能和选取的统计样本还有范围不同 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结合前面专家解读呢 我们可以认定一个事实就是英国并不是世界上脱发率最高的国家 但是在全球范围来看 白种人确实是更容易脱发一些 有人打趣的说 是地中海的风吹掉了欧洲男人的头发 这里再多跟大家八卦一下 英国王室家族的男性成员们就是典型的雄性脱发 那关于他们的雄脱基因究竟来源于谁 说法有很多 有人说呢 肯定是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 也就是菲利普亲王 他原本是出生在希腊和丹麦的王室家庭 而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典型的雄脱 但是也有人认为 虽然伊丽莎白二世以及他的爷爷和父亲都不秃 但是他的曾祖父爱德华七世也是个秃头 因此这也就是说 在伊丽莎白家族里面也是带着脱发基因的 虽然中国在前面的统计数据里面 是脱发率比较低的国家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脱发问题的困扰 尤其是我们前面说了 现在这个群体越来越年轻化 根据中国一个健康科普平台 2023年的最新统计数据 脱发问题这几年成为人们越来越重视的 健康困扰 尤其是90后甚至是00后 都已经在担心他们英年早突了 曾经网上流传着一张名为 中关村之光的漫画 从中关村地铁站上方往下看 全是各式各样的秃头 漫画虽然有些调侃夸大的成分在里面了 但是呢 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脱发问题在年轻的高知人群当中 是相当突出了 我们大家一定会好奇 这些人的头发去哪了 除了遗传和人种因素 究竟还有什么原因导致大家是越来越突出了 美国皮肤病学会的官网 对脱发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门解答 该学会详细总结了多条脱发的原因 我们将其进行了简单归类 首先是最为常见的遗传性脱发 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雄激素性脱发 其次是随着年龄增长 头发生长缓慢 这会导致头发稀疏 还有一些是身体内部因素导致的脱发 具体包括免疫系统攻击毛囊造成斑突 荷尔蒙失衡 甲状腺疾病 炎症 头皮牛皮险 身体缺乏某些元素等 另外还有一些外部因素 包括分娩或其他压力源 药物副作用 中毒 癌症治疗 性传播感染 头发烫染不当 发型不当 习惯性拉扯头发等 影响脱发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遗传和年龄 这两项都是我们自己无法改变的 那么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因素呢 头发它总体来说 对于身体健康状况还是比较敏感的 如果我们有生病 发烧 住院这种情况 常常会在几个月之后出现 急剧的大量的脱发 如果身体本身有基础的疾病 比如说甲状腺问题 肝肾功能不全 缺铁性贫血 那么这些情况也会造成脱发 有些病人在短时间之内 一下子觉得发量减少了30%甚至到50% 这种叫做静止期脱发 它其实是一种自线性的疾病 过了一段时间 头发是会长回来的 另外就是如果身体一直处于慢性的压力 焦虑 睡眠不全 亚健康状况 这种时候头发也是长不好的 也会加重脱发的这种情况 这里在跟大家科普一个 医学界普遍认同的一个小方法 可以快速判断一下 自己是不是真的在脱发 或者是在脱发的路上 那其实呢 如果每天掉50根到100根头发 这是属于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 如果用两根手指在额前贴着头皮 慢慢的捋出40到60根头发 如果脱掉的头发超过6根 那可能就需要考虑是不是有脱发问题了 那么照着这个标准 你现在可以自查一下 说完了为什么会秃 接下来我们自然就要聊一聊 怎么才能不凸 以及如果真的是已经脱发凸了 该怎么办 我们说治病常见的 无非就是内服外用两种手段 我们先来看看各种内服的方法 到底管不管用 现在网络上对于吃什么 能够防脱制脱的方法 可谓是五化发门 互联网上长期流传着 各种版本的防脱固发食物清单 一部分清单是按照单品列出的 并指出了每一种食物的特殊功效 例如认为红枣可以护发防脱 杏仁可以养发污发 山药可以改善掉发等 有的清单则把食物 按照不同成分含量多少进行了划分 例如认为含黑色素较多的食物 对头发有好处 而这类食物则包括黑木耳 黑豆 黑芝麻 黑米等黑色食物 还有的食物则被分别归类在了 含维生素 含蛋白质 含点 含铁等不同类别中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网上流传的这个食物清单 这里面不知道您是否感到 有点似曾相识 去年我们的节目当中 见证过网络上流传的 各种防辐射食物清单 那个最后的结论证明 单靠食物中所含的 那一点点营养物质 达到防病治病的效果 是不太可行的 而且我们发现 清单当中建议大家 多吃的这几类食物 就是我们平时饮食当中 其实本来就需要吃的 其实这里面主打的就是一个 保持营养摄入的均衡 和食物多样性的理念 那这个防脱发食物清单 看起来也是这么一个逻辑 这里我们还是要听一下专业医生怎么说 关于脱发和食物之间的影响 我们推荐使用高蛋白和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 避免加工腌制后的食物 至于传统上说黑色的黑芝麻 还有黑木耳 它们和头发生长之间有没有关系呢 还没有得到科学的证实 另外呢 在医学上发现 如果人体缺乏一些微量元素 比如说铁 鑫 或者呢 有甲状腺不足的情况 那么这样的话呢 皮肤啊 头发啊 指甲的生长 都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但是如果正常人没有这些基础问题 有正常的饮食 那么额外的去补充这些微量元素 不一定能够促进头发的生长 也不一定能够延缓脱发 赵医生的观点总结来说就是 缺什么补什么 这没有错 但是不缺 您补了也没用 那说到这里呢 我们就再来看看网上炒得比较火的一个 叫做生物素软糖 近一年来 一种产自美国的生物素软糖 在互联网上受到了热捧 广告宣称 这种软糖可以有效护发 许多博主对此进行了推荐 并认为它可以有效改善脱发状况 如果你就只想管头发和指甲这方面 你就吃这个生物素 看现在的头发就是又顺利用量 这个发量也比之前多了不少 生物素可以直接帮我们合成头发 指甲所需的脚蛋白 女孩子定期补充生物素真的非常有必要 量要补足了才不会耽误脚蛋白的合成 在你头顶茂密的同时 也会让你的指甲变得强韧有光泽 它每两颗就含有生物素5000微颗 这个东西你要是坚持吃下来 能让你看到的效果绝对是惊艳的效果 这个生物素是个什么物质 听起来好像是比较高级的 我们的身体到底需不需要这种物质呢 现在在网络上把生物素保健品捧成了 吃出乌黑秀发的神药 那到底这个神药是不是智商税 首先什么是生物素 正常情况下人体又需不需要生物素 生物素又叫维生素H 或者维生素B7 是一种维持人体自然生长发育 和正常人体机能健康的营养素 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最新版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第五部分 水溶性维生素》中提到 生物素是B族维生素之一 在脂肪和糖代谢中以辅煤形式 参与体内缩机转运过程 膳食缺乏比较少见 文件建议14岁以上青少年 和18岁以上成年人的生物素适宜摄入量 为每天40微克 对可耐受最高摄入量没有限定 但是文件已注明 这并不表示过量摄入没有健康风险 一微克相当于一百万分之一克 那可见呢 每天40微克的生物素的摄入标准 对于人体来说是非常少的 而我们看到网上卖的这种生物素软糖 有的宣传每两颗里面达到了5000微克的含量 有的说呢 每粒里面含有1250微克 那无论如何含量都是远超正常人的每日所需的 问题是如此高的含量 吃了以后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 一般推荐正常一个成人每日的摄入量 是30到100微克 它广泛的存在于各种饮食当中 比如说鸡蛋 香蕉 三文鱼 蘑菇和各种坚果等等 但是市面上呢 有很多生物素制剂 它们是有一千甚至到一万微克 也就是正常摄入量的10到100倍 在以前有一些病人 他们有基因缺陷 或者呢有一些严重营养不良的患者 他们的生物素水平很低 这样会出现脱发 皮肤炎症 或者指甲改变等等症状 那么这些病人去摄入额外的生物素补充呢 就可以缓解脱发的症状 但是现在没有任何研究证明 一个正常人 正常的饮食会导致生物素不足 然后会通过额外的生物素补充来缓解脱发 说完了防治脱发的 网传的这些内服的手段 接下来咱们说说外用的 你要说这个外用的方法 这个头发 比如说我们用洗发水 护发素 这本身就是外用的 所以很多人更愿意相信 这些外用的方式是管用的 比如说有一个偏方 生姜抹头皮 据说在防治脱发上面是非常有效的 很多人都试过的 那这个方法到底有没有科学道理 我们来问一问专业的医生 生姜生发呢 说的是用生姜直接去摩擦头皮 或者呢 把姜汁抹在头皮上 刺激头皮 改变了局部的免疫环境之后 刺激头发的生长 它这个生姜治疗呢 其实是用于另外一种 叫做斑突的治疗 和我们常见的雄激素性脱发呢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疾病 斑突的患者他们的头发在短时间内 突然的脱落 那么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呢 不需要任何治疗 这头发也可以长回来 或者呢 到医院去进行治疗 我们有很多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 可以帮助绝大多数斑突的患者的头发 完全恢复正常 生姜呢 反而有可能造成一些副作用 比如说过度的刺激 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脱发 或者呢 是有激发性的感染 损伤等等 所以这个生姜抹头皮这种方法 如果真的是普通的脱发问题的话 建议大家也不要轻易尝试了 那除了这种传统的偏方外 近年来还有一种叫 米诺蒂尔的外用药物 在脱发圈是非常火的 网络上有很多 关于米诺蒂尔的使用测评 但是很快 关于米诺蒂尔 是不是智商税 感觉用了也没有效果 或者刺激性很大等等争议 也随着出现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药物 究竟管不管用 米诺蒂尔最初是作为 治疗高血压的口服药物 被研发出来的 然而在服用它的过程当中 患者开始长出多余的毛发 这种副作用促使制药公司 开始研究其用于治疗脱发的效果 于是在1988年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批准了该药物用于治疗男性脱发 1991年起被用于治疗女性脱发 目前米诺蒂尔在全世界范围内 被众多药企生产和销售 成为最为常见的脱发外用药物 那么究竟什么人适合用米诺蒂尔 来防止脱发呢 他的正确的使用方式到底是什么 美国皮肤病学会的官网 对米诺蒂尔的使用进行了科普 文章介绍称 米诺蒂尔可以帮助早期脱发 刺激头发生长 防止进一步脱发 但是它无法再生整头头发 使用米诺蒂尔需要按照指示 将其涂抹在头皮上 通常每天一次或两次 同时需要使用6到12个月 才能看到效果 米诺蒂尔的具体生发机制呢 还不是研究的非常透彻 有一些研究认为 它可能是刺激了毛囊周围的血管循环 这样来刺激了头发的生长 是不是还可能有其他的机制呢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它这个药物的使用呢 有些病人可能感觉到效果不是很好 它主要是因为 它需要通过人体自身的一个酶 去代谢去吸收才能发挥作用 那么每个人体内呢 这个酶的那个含量不同 所以它对于有些患者的效果很好 对于另外一些患者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总的来说 米诺蒂尔确实是目前被医学界认可的 较为有效的治疗脱发的药物 但是这种药物也并非是药道病除的神药 在适用人群 使用方式和起效时间等方面 都是有很多限制的 那么节目先到这里 本来我们说呢这期节目是帮助大家来缓解焦虑的 结果好像现在看起来反而有点悲观了 这个内服务也不行 外用也不太有效 那究竟目前医学界 有没有更加行之有效的手段 来应对脱发问题呢 现在在医学上有很多有效的治疗脱发的手段 首先呢要分清是生理性还是病理性脱发 所谓病理性脱发 就是说有其他的因素造成了头发的脱落 比如说呢 可能是最近使用了药物 或者说有其他的器官的疾病 或者说是头发的炎症 那么这样的话 针对病因 解决病因之后呢 促进头发的生长 生理性的脱发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雄激素性脱发 这是最常见的男性的脱发原因 大致有一下几种治疗方法 一种是使用外用药 最常见的是米诺蒂尔廷 它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批准的外用药 有2%和5%这两种浓度 不需要医生的厨房 可以直接在药房买到 每天用一次就可以 第二种呢 是注射类的药物 比如说是使用针头注射 或者微针来导入生长因子 或者药物 使得药物进入头皮更深层的部位 更接近于毛囊的部位 来刺激头发的生长 第三类呢 是口服类的药物 比如有低剂量的米诺蒂尔口服 或者非纳熊胺 和其他对抗熊激素的一些药物 第四类呢 就是毛囊移植或者毛发移植 它是最有效的 改善毛发外观的这样一种治疗手段 效果非常好 非常明显 但是呢 它是一种外科手术 费用比较高 有一定的恢复期 需要做好头发的护理和保养 最近呢 也有很多其他的研究 在尝试新的治疗手段 比如红光照射等等 与其他疾病不同的是 脱发带给人们心理上的困扰 可能是多于生理上的痛苦 而对脱发问题越来越重视 也体现出了大家 对于生活质量有更高的要求 相信呢 随着科技的发展 更多有效的治疗手段 会纹饰的 新闻见证组 祝您身体健康 下期再会 接着为您播出 格力一虎一席谈